- 大家好我是李遠鏡aka 我真的平常一天真的都只吃一餐 除非回台南 但我在台北基本上就是一天只吃一餐 不管我幾點睡基本上都是中下午起床 所以就大概只會吃晚餐 那有時候真的比較早起就會比較餓會吃到兩餐 所以我才有辦法成功的一週吃一百 然後我一週吃一萬跟一週都是去港外都是一天只有一餐 OK 歡迎回到我們的 直播的時候呢 非常多觀眾要我拍的一週只吃泡麵 所以 所以我買了九種不同的泡麵 因為泡麵量真的比較少 有時候我真的可能會比較餓就吃到一天兩碗 那我們今天就來挑個比較大碗的 好那我們今天就挑這個雙翔泡 因為它都開到兩份麵 那現在時間是 5月6號 一週只吃泡麵 開始 OK 我的雙翔泡 它真的有兩份麵在裡面 然後把所有泡麵都放在那邊 這挑戰我相信 應該會比 一週都吃雞稿丸好一些啦 雖然不能吃飯 因為我個人是蠻重飯的 那可能因為只能吃麵的話 我就把它想成整個禮拜都在颱風 所以沒辦法出門買其他食物 嗯 這個豬肉的湯頭還不錯 等一下 這有點辣 我不太能吃辣 進入我們的一週泡麵之旅 好那 好熱 又是一個吃了會很熱的挑戰 這個麵還不錯啊 這有點辣 然後裡面都沒有肉 但是有兩份麵 所以還蠻薄的 好 第一天 第一天通常都不會有什麼問題啦 OK 那我們就繼續看看 接下來六天一週都只吃泡麵 會發生什麼事 現在是5月7號 第二天的晚上 那剛才我去景大的社團 幫他們上戲劇課 然後他們 很貼心的準備了晚餐給我 但是我跟他們說不行 我再拍一週只吃泡麵 好 那我今天就來挑一下 有肉的 OK 昨天一直都沒有吃到肉 今天來吃點這個 胃胃一品 原汁真味 控肉麵 那我現在就去煮這個泡麵 OK 今天的控肉麵 今天幫景大身上玩這個戲劇課 真的好累 先來吃吃看這個肉 我昨天都沒吃到肉 嗯 還行還行 怎麼又是一個有點辣的 應該是都還OK啦 進入第二天的泡麵之旅 好 我吃完了 完了 我覺得不太妙 我覺得泡麵是一個 非常容易膩的東西 久久吃一次可能還好 但如果我現在要連續七天吃的話 好像不太妙 我今天吃第二碗吃到後面就 沒有肉之後就有點 欸 有點膩耶 因為味道都一樣 好 我們再繼續看看接下來五天 會有什麼樣的感覺 好 現在是五月八號晚上 那 很抱歉 真的跟大家先說個抱歉 我今天應該是不能吃這個泡麵了 大家 我昨天吃完了泡麵 然後我半夜睡覺 睡到一半就起來 烙曬 大烙曬 是那種 然後肚子很痛 然後大碗屁股也很痛的那種 大烙曬 然後呢 今天的下午跟剛剛也都是各有 一點點的小烙曬 所以 我覺得今天可能不太適合吃泡麵 但我今天也沒有吃其他東西 我只有喝水 我有喝些水是剛耐 其實就還好 有點小拉而已 沒有很明顯的拉肚子 那 明天我相信應該就可以拉 那我今天都沒有吃東西 我也覺得不該吃東西 我不知道是不是泡麵的影響 但是 我不確定 我真的不知道是不是泡麵 我真的不知道是不是兩天都只吃泡麵 但是應該沒有這麼誇張吧 我身體沒有其他的不適 就純粹是 烙曬 對 而且昨天晚上是大烙曬那種 直接烙到 屁股很痛 很難睡覺 好 這邊先跟大家抱歉 沒有辦法七點都吃 但我明天開始 會繼續吃的 應該可以拉 希望可以 好那這是5月8號第三天 現在是這樣 我一樣還是會只是泡麵 但如果真的身體出現 不適的話 我就會停止這個企劃 OK 那就看接下來要怎麼樣囉 OK 加油加油 現在是5月9號第4天 沒問題 今天已經 完全身體沒有任何的大礙了 今天來吃吃看這個 手打麵味噌風味 OK 那我們現在就去泡這個泡麵 OK 今天的 手打麵味噌口味 我被騙了 我被這個圖片了 我以為它這邊有叉燒 所以它裡面應該會有一個 附贈一個叉燒 結果 沒有 它就只是一個 味噌的這個泡麵這樣子 昨天都沒吃東西 現在有點餓 哇 眼睛都霧了 它的麵是比較彈的那種 這個麵是我這幾天吃最好吃的 那這台湯 有一種調味的味噌的味道 勉強啦 但是這個麵 我覺得這個麵是我這幾天吃過最好吃的 不愧是手打麵噌 這個麵真的是比較厲害一點 只可惜沒有叉燒 好那進入今天的泡麵之旅 吃完今天的泡麵了 麵條真的蠻好的 然後湯頭喝到後面也越來越順口 目前來說 這碗麵是我吃的這三碗裡面最高分的 有可能是因為我昨天都沒吃現在很餓 好我們先來看看接下來三天 吃泡麵 還會有什麼問題 應該是沒有了 希望不要再拉肚子就好了 好現在是5月10號第5天 看我這個奇怪的中分就知道 今天又來一次吃兩碗 喔現在有點餓 那我今天就一次來吃兩碗 一碗選擇這個拉麵道 日式的 這個我一直以來都覺得不錯 另外一個就是 一多讚 越吃越讚 控肉麵 又是控肉麵 希望這次吃完控肉麵 不要有什麼事情 好那我們今天就來吃這兩碗泡麵 那兩碗泡麵都好啦 先來吃吃這個拉麵道 湯頭比較日式 比較鹹 OK 這碗真的是CP值比較高了 就是這個拉麵道 好那我們來吃一下 一多讚 多讚 乳加乳醬 不錯 來肉 它這個控肉不錯吃欸 它控肉不錯吃 而且比較多塊 一碗非常日式 那這一碗其實就相當的台式 夠有風味啊 那就開始進入今天的泡麵之旅 先吃一道讚 OK 吃完了兩碗泡麵 我只能說這兩碗泡麵 味道的差距實在是蠻大的 雖然泡麵的麵都差不多 只是這個湯頭完全不一樣 整個兩個讓我覺得很衝突啊 那這個挑戰到目前為止就是有點膩 但是還可以接受 而且也吃得飽 好 那我們就看看最後兩天 還會有什麼樣的事情發生 OK 現在是5月11號 第六天 最後倒數第二天 今天來吃這個 花雕雞麵 好 今天勇士 第六戰 擊敗了火箭 好 那我們今天就來吃個 花雕雞麵 好 今天的台酒花雕雞麵 它的調味包真的蠻多包的 然後有一包真的就是調味的酒 那我現在是蠻期待這一碗的 不知道是什麼味道 先來喝一下湯啊 哎呦 酒味很濃厚啊 哎呦 這一碗 來吃一下麵 也是有濃濃的酒味 花雕雞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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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碗整個搭配起來 很對我的胃口 不管是酒味的香氣 還是湯頭 或是雞肉 我都覺得蠻好的 這是我目前吃過 我覺得是第一名的 這幾天第一名的 就是這個台酒花雕雞麵 那進入今天的 泡麵之旅 好的 吃完這一碗啦 真的是 蠻甜的 蠻香甜的 好 終於 那明天就是最後一天的 一週只是泡麵 好的 來到了5月12號 最後一天 現在是下午 每次最後一天 就是要早一點拍 因為拍一拍 我就可以馬上剪彎 今天晚上就可以發片了 因為後面這幾天 其實看到泡麵 會有點怕 就是 哦 又是泡麵的感覺 因為 有一點越來越想要吃一些飯啊 或者是 麥當勞肯德基之類的 因為泡麵本身這個麵條 永遠就是這樣子 然後我也沒有其他東西可以配 所以 還是會吃膩 那今天最後一天要吃什麼泡麵呢 就是吃 大家最熟悉 最容易聞到的 統一 肉燥麵 後面還有小時光麵館 那最後一天 就用統一肉燥麵 來做個收尾 好的 最後一天 統一 肉燥麵 統一肉燥麵的味道 真的就是 最Original 最原始泡麵的味道 就是有一個 泡麵香 OK 那今天 最後一天的 泡麵之旅 START 好 那我吃完今天的 統一肉燥麵 也吃完這七天的一週 只吃泡麵了 心得就是 除了第二天的半夜跟第三天 整個拉肚子 然後都沒有吃之外 就是每天只能吃泡麵 不能吃其他東西 有點膩 而且是麵都 感覺差不多 就蠻膩的 但還是吃得飽 但是又很容易餓 但餓了又吃泡麵 又會更膩 這個 一個不太好的循環 所以大家還是 不要一週都只吃泡麵啦 雖然省錢 但還是真的會蠻膩的 好 那這次的 X力氣化之 一週只吃泡麵 成功 一次吃很多一樣的東西 跟一段時間都只吃同一個東西 挑戰的感覺是不一樣的 雖然都蠻挑戰的 好 那接下來還會有更多的 一週或是一天企劃 那各位如果有其他想法的話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說 或是到我的IG上去跟我說 好 那喜歡這個影片幫我訂閱這個平台 按讚 然後開小鈴鐺 我是六眼鏡 我們下次見 掰掰 話說 這個 阿Q筒麵跟 Soda麵 我想什麼時候吃啊 我大概一個月不想要吃泡麵了 他們就 放在 好好下個月 下個月再吃了 Sorry阿 阿Q筒麵跟另外一碗Soda麵